下一個講的叫共振 這是我們要做的一個實驗 敲A音X B音X會動 這個現象叫做共振 一個東西振動 造成另外一個東西的振動 這個現象叫做所謂的共振 所以我們做這個實驗 你敲A音X 然後呢 就讓B音X會動 兩個振動的頻率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重點 等一下跟你講 這個現象稱之為共振 或者是共鳴 共振或者是共鳴 這叫共振箱 或是共鳴箱 有A音X B音X會動 就是這邊有一個水洗的照片 影片 我以前自己拍過 或是日本人拍的 它那個摩擦的時候 那個水會震動 那是因為產生共振的關係 它摩擦旁邊 那個水會起震動 然後越動越大 水面上面就是共振的現象 它的中文的名字叫水洗 中文的名字叫水洗 OK 就是共振 然後以前還有一個影片 這個橋斷掉 也沒有人說是因為共振 我們就暫時不放 以後再說 重點是這個 敲A音X B音X 會動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頻率一樣 特有頻率相同 它才會有共振 所以考試會問你說 請問有一個週期 週期10的音差 會跟什麼樣的音差共振 頻率10啊 頻率1分之1啊 頻率100啊 頻率1分之1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要問這樣 就是要頻率一樣 它才會共振 這樣呢 振動頻率也是一樣 它講振動頻率是一樣 OK 所以所有的 這樣共振箱 共鳴箱 就是增加 通常在有共振共鳴的時候 響 聲音的大小 就會增加 所有的弦樂器 吉他 小提琴 大提琴 二胡 都會有一個共鳴箱 就讓它產生共振 你如果把它拆掉了 你就沒聲音了 你把那個小提琴 後面那整個灌水一灌滿 你就拉就沒聲音了 沒聲音了 就少一個空氣的 共振的效果 OK 所以呢 重點就是 特有頻率要一樣 然後呢 所有的弦樂器 基本上都會使聲音變大 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弦樂器呢 都要有一個共鳴箱 共振箱 請你了解 什麼叫共振 敲A音叉 B音叉 會響 叫共振 條件 兩個頻率要 一樣 把它記住 OK 然後我們就問一個小問題 我們有調音師調琴 調音師調琴的時候 有很多方法 有人憑他自己的音感去調 有人會拿一個機器在那邊弄 那麼最簡單就是拿個音叉 敲音叉 空 會響 空 會響 這兩個頻率怎樣 一樣 然後就可以用它回去 就可以把它調音了 對不對 那結果表示它用了什麼原理 這是什麼原理 敲 會響 然後呢 這個就對了 頻率就對了 然後就可以由它來去做調整 這是啥原理啊 這是啥原理 這是啥原理 這要換帥哥 來對不對 帥哥男 剛五帥哥 五五二六 五四帥哥 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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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啥原理 想一下喔 剛剛才教過還需要想喔 評率一樣 敲音叉他會響 我們評率就對了 敲他他會響 這是什麼原理啊 你跟我說這樣 共振共鳴 請坐下 這樣有那麼困難嗎 就是敲音叉 兵叉會響 就是發生共振 發生共振 OK 它就是利用共振 它就是利用共振的原理 就是利用共振的原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發生共振的原理